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步驟就好了 好 擠出一點點 每個一段距離就擠一點點 那今天我們在這邊就 先黏兩個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把你用好的小蕾絲 圍在這個上面 記得手不要碰到喔 手碰到的話會很難洗喔 好 這樣子 你可以用熱熔膠的頭再給它壓一下 好 它這樣子一個邊邊就黏好了 那我們今天先黏兩個點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步驟要教給大家 你看它的蕾絲邊圍好了之後 接下來大家可以在上面想辦法做一些裝飾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圍好的蕾絲邊 一整圈圍起來之後感覺就華麗多了 因為這個帽子比較小 告訴大家我有一個偷懶方法 我是在捷運站外面的那個小攤子 買一個現成的亮片的小帽子 這個小帽子 因為它底下就已經附好這種夾子了 夾在頭髮上比較方便 可是它看起來有點陽春 就只是一個亮片而已 而且太小了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加工 那這個由於很小 所以才80塊而已喔 給大家看 我看我加工 我黏了小蕾絲邊之後 接下來買一小串珠珠黏上去 再黏羽毛 所以看起來就華麗多了 好黏完蕾絲邊之後呢 接下來大家可以想辦法 在上面做一些裝飾 你可以買一整塊的 不是像這種蕾絲邊喔 一整塊的網狀的布 把它蓋在上面 然後把它罩住 這樣整個看起來就有比較 Barbie的風格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漂亮 然後你也可以不要這個網狀的布 你直接拿一串珠珠 直接在上面做裝飾也可以 可以怎麼做裝飾呢 你這樣把它圍在這裡 圍上來 當然也是用熱溶 那個熱溶膠把它黏起來 好然後呢 圍起來之後呢 就會覺得怎麼好像還缺少一些東西 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圍起來就呈現這個樣子 有沒有很可愛 然後這時候你還可以裝一些小裝飾 今年好流行羽毛喔 所以一定要加一些羽毛的裝飾 這一包才40塊 然後有很多顏色可以選 大家自己去材料店買就可以了 拿個兩根羽毛來 好了 你知道我媽要更過分 因為我們隔壁鄰居有養雞 她在院子裡面養雞 然後那個雞毛都會 飛到我們家的院子 我媽都會去撿那個雞毛來做裝飾 沒想到裝飾起來還是很漂亮 因為那個雞的羽毛不知道為什麼是五顏六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身邊的一些素材 好 你看喔 你這樣子圍起來之後 你只要在這邊再做一些裝飾 然後黏起來 好我今天穿白衣服有點失敗 好 襯在我黑色衣服上好了 你看這樣整個看起來有沒有就是有 紐約紐約的風格 對不起我應該轉這邊 大概有沒有 只能看起來就華麗多啦 然後 這時候你在上面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些小小小裝飾 然後就可以戴在頭上了 這樣 你們要很可愛 戴在頭上就變得很華麗的小帽子了 好的 由於我們是LIVE的肩膚問簡介 我直接拿成品給大家看一下 加在我的頭髮上 可不可愛 可愛 可愛喔 自己做的才多少錢 這個更便宜 這個才兩百多塊錢 就完成了 不到兩百塊喔 不到兩百塊就完成了 因為很可愛 因為一包羽毛裡面 它還可以就是做好幾頂帽子 一包羽毛裡面有好幾個羽毛 可愛喔 所以大家其實自己可以DIY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要做這麼多的話 你可以跟朋友合買 尤其在尾牙如果要表演 或是萬聖節Party 大家要想要表演的話 大家要做一樣的造型 更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只要簡簡單的一些小道具 就可以把自己的配件給打理好 而且是非常的華麗 而且非常的有FU 好的 這些步驟呢 我們一樣會破在 片雷來飄飄的網站上 歡迎大家可以去那邊看喔 片雷來飄飄的網站上見 掰掰